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個清熱潤輝 喝完睡得舒服一點的洛神花雪梨茶 看看什麼材料和做法 這個茶飲酸酸甜甜很開胃很好喝 我小朋友和我自己都很喜歡喝 煲完的顏色出來還很美 我們今天只需要四樣材料 畫面見到就是雪梨乾 如果你問我新鮮雪梨拿來煲得不可以 OK 沒問題 但比較寒涼一點 雪梨乾就沒那麼寒涼 有潤肺 新瓶潤醋的功效 還可以清熱化淡 滋潤肌膚 雪梨乾我通常都會剪心去 而且會洗得乾淨一點 因為始終雪梨乾都不是高溫消毒 都是只放在地上曬 所以有些塵或昆蟲 最好洗乾淨一點 畫面見到這些就是椰棗 紅棗比較滋補和燥 未必個個受得 我自己就受不了太多紅棗 所以我選擇了椰棗比較溫和 椰棗男女老幼都適合喝 糖尿病的患者都適合喝 椰棗裡面的糖分很容易吸收和消化 還可以排毒養癌治療便秘 還可以強壯心臟 補充益氣 止咳潤肺 化痰平喘的功效 而且晚上經濟實惠 十多二十元一包 起碼有八十粒左右 畫面見到的就是龍眼肉 它有補心皮 益氣血 還有安神 還有自失棉 舒緩健忘的功效 如果你是孕婦早期或糖尿病 就不要加太多或不要加 時間關係 我今天想主要講下 洛神花有什麼功效給大家認識 洛神花有時街市會看到有 你買回去 但裏面有個芯 你就要去掉芯 但這次我買洛神花乾 它已經去掉芯 就少了功夫了 洛神花很多地方都可以買 花茶袍或藥材袍也會有 洛神花有清熱去火的功效 但如果女性的生理期或任性期的女性 就不要下洛神花了 洛神花還可以舒緩高血壓 補血 治療肝病 平衡身體內酸鹼值的功效 洛神花還可以防便鼻 還有利尿出盡新陳代謝的功效 它含有豐富的維生素C 可以改善體質 有活血補血 養難美容的功效 例如你經常不夠睡 很燥熱 虛火上升 喝下洛神花茶也很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這個 洛神花雪梨茶 一年四季都適合喝的 希望你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如果你喜歡我的食譜 歡迎和朋友分享 或者訂閱我的免費頻道 我很快有另一個食譜和大家分享 下次見 Thank you Bye Bye